王者峡谷 五为五 如果我有罪 请让法律来制裁我 而不是让马大使在一款刀版王者里折磨我 那私情的经过呢 是这个样子的 有个小本事跟我说呀 有一款刀版王者游戏 里面出了新英雄马大使 那出了这种事 我必须得去找找见识 于是呢 我就找到了这款游戏 没想到里面还真有马大使 如果屏幕前呢 你也感觉到离谱 请把耗之为之 打在公屏上 那么进入游戏之后呢 我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商场 看看这里都有些什么英雄 这游戏做的还真是原汁原味啊 除了孙悟空还叫孙悟空 剩下的钟无印变成了焦国夫人 王昭君变成了王雪君 安琪拉变成了罗丽安 孙上香变成了紫燕 牛魔和赵子龙那没啥变化 剩下的英雄呢 也是一眼就能看出了他的原型是谁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我得抓紧时间进入游戏 体验一下马大使了 进入游戏之后呢 必须是描选马大使的 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 这游戏开局还有狂暴模式呢 像什么一分钟内 每次失去金币数量加50% 开局获得狂暴 攻击速度加50% 一分钟内获得额外经验加50% 这不纯纯开挂吗 那我不用的话 不请整的被人欺负吗 我也狂暴开局 那进入游戏之后呢 我发现马大使还是个全能型英雄呢 不光有位移有控制 开大招还自带BJM 这不就是我心中的满美英雄吗 那么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展示一下连招 上来先一个位移兔脸 然后直接开大招偷袭 建一手耗子伟支晕炫对手 一套技能行云流水 成功打掉对面 半管血 不是这五级打三级 一套技能下去打半管血呀 这马大师输出有点低呀